我的名字是Cara 這次我們來捏Cara吧 Cara也是長得很像人類的機器人 在遊戲當中剪成仿生人或Android Cara其實在捏她的過程中 她的眼睛其實是有內雙感的眼型 不過很可惜遊戲段沒有完全符合我想要的Cara眼型 但是我盡量選了一個最相似的 去捏去做一個調整 其實我覺得有這種想要捏出來的一個對象 一個目標其實蠻有趣的 有一種挑戰的感覺 因為以往遊戲當中捏人的時候 我都是隨著自己的想法 就是自由捏嘛 沒有說特地說想捏成什麼樣子 找特地捏成誰 那這一次我就刻意就是 像是捏Cara 捏Connor 都是一個特地的目標 固定一個對象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捏謝謝生活中的人 有一種挑戰的感覺 真的還蠻有趣的 而且是會更加觀察這個人的五官 長相 整整個過程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玩的事情 那這邊呢Cara的眼球 我只是暫時選一個綠色 那其實Cara的眼球呢 是有點藍灰色的感覺 結果我最後在細部調整的時候呢 會去把它改一下 這時候只是暫時選一下 我覺得就是還蠻好看的顏色 那就是Cara呢她的眉毛啊 也是那種比較細的眉毛 有點平眉的感覺吧 那走來走去呢 我感覺是跟眉毛其實最像的 原本我想要用模組的眉毛啊 可是看看我感覺 反而這個遊戲那隻眉毛呢 我感覺比較像她眉毛啊 不過一樣的角度呢 眉毛角度呢 我只會再做調整 像是一個初步的感覺 先把它弄出來 最後人物全部調完之後呢 我再給她做一個微調 然後更加的像 Cara的樣子 那臉型的部分呢 像之前我們唸過的Connor 他臉型當中最明顯的部分就是 他有比較棱角分明的下顎 然後還有屁股下巴嘛對不對 那我們的Cara呢 他臉型就是那種 比較飽滿 蘋果肌比較 下面一點的 不是那麼高的蘋果肌 可以一樣是很豐滿的蘋果肌 只是比較偏下一點 所以我盡量把他臉出那種 臉頰很飽滿的感覺 那現在呢 我開始幫Cara選他的髮型了 那其實Cara這角色呢 他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在遊戲當中啊 他一開始是用這個長髮 就是把一個小馬尾的造型出現的 不過後來呢 當他逃離他的城市之後呢 變成有自由意識的仿射人之後呢 他選了一個很帥的短髮 所以一開始呢 我幫我選了這個髮型 就是他一開始的一個馬尾的髮型 比較中規中矢感覺 但是第二個髮型呢 我會幫我選一個比較帥的短髮 因為他之後怎麼髮型嘛 那之後那個短髮啊 其實我一直猶豫說 到底要選哪個 有個牛系內陣呢 我覺得還不錯 那還有個模組的 我也覺得還不錯 自己也是很猶豫啊 那現在呢 就是我在邊給他上妝容的時候呢 邊發現我感覺眼睛 好像這邊說要調整一下 要更像他 那邊說要調整一下 然後這邊呢 我覺得說他的嘴唇 我好像不是很滿意 接著就是邊去捏的時候 一邊調整 這邊圍桃那邊圍桃 看能不能盡量把卡拉的感覺捏出來 盡量啦 因為再一次就是 畢竟這個是遊戲嘛 模擬是民視 他有蠻多一些遊戲 那一本是那個捏人限制 所以說我們先盡量把卡拉的感覺 一個血液捏出來 盡量弄到最上 那我現在調一調呢 又發現說感覺他的一個 眉骨好像太凸了 因為卡拉其實呢 他的眉骨 其實沒有是那麼凸的 他眼窩沒有那麼凹陷 所以我幫他再調整一下 然後是要幫我選衣服囉 那衣服我幫他找了一個 這個仿線人的一個上衣 我感覺這個上衣還滿像 他遊戲內的一個上衣 他遊戲內他不是穿一個裙子嗎 裙子配好像圍裙的東西 塑膠的透明圍裙嘛 然後上面穿一個白色的 嗯 緊身褲嗎 緊身塑膠褲那一類的 所以幫卡拉配 然後裡面有加了一個 這個白色的緊身褲 然後配上這個灰色小裙子 再配上白色的一個靴子 我覺得還滿像的 我覺得這套滿像是 卡拉一開始登場的時候 他穿的衣服 沒有那種感覺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開始幫卡拉選他第二套 也就是剪髮後的一個造型 那短髮的部分呢 是喜歡短髮的選子之內不是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短髮的部分 這個還滿像的 真的還滿像和遊戲內剪髮後的樣子 只不過這個瀏海呢 稍微偏短了一點 那另外一個也滿像的 剛剛前一秒就那個 所以我是這兩個在掙扎當中 看到了要這個 還有就那個遊戲內建的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很喜歡 可可惜 偷就一個 所以後來我選了這個瀏海比較長的 感覺這個瀏海長度比較像 有些那一點的瀏海長度 雖然說其實是整體的型啊 我覺得是剛剛那個比較相似一些 那他剪髮後呢 造型換成比較酷的一個造型 牛仔襯衫啊 然後長靴 好那現在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Kara 我把它微調之後的樣子 我把它眼球顏色 改成它真正的眼球顏色了 然後幫我做了一些細部的微調 然後 最最後調整一下 這個是最終的卡拉的版本 那我們看一下吧 這個是我們的Kara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大家覺得還像嗎 那這個是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就是前面有看到的嘛 我把他第一套呢 配成這個綁一個小馬尾 然後呢 這套很像他的制服的一個衣服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套囉 第二套的部分呢 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這個呢 是我們Kara的第二套衣服 還有配上他的短髮 這個短髮呢 我選的是金色的 因為在我的遊戲當中啊 他剪髮之後 不是可以選擇四種髮色嗎 那我幫我選了金色 因為我還蠻喜歡這種顏色的 所以幫Kara在模擬訓室裡 幫我選了一個金色短髮囉 對 這是第二套 那這個呢 是他的衣服 幫我選了一個牛仔衫衫 牛仔褲 還有一個靴子 比較符合他剪髮後的一個造型 好 那我們看一下吧 我們Kara她的期望呢 我幫我選擇 是他想要當個超級父母 他想要當最好的父母啊 因為遊戲當中 他不是想要照顧Alice嗎 說到Alice呢 之後有空的話呢 我會把Alice還有Hank都捏出來的 好那第二個呢 我們的Kara她的個性是 非常的Needs 就是很愛乾淨 然後呢 再來呢 是她非常的愛糟 非常的重視家庭 很故障 然後再來第三個呢 是她喜歡看書 因為我想說 Alice不是很喜歡看書嗎 那我覺得Kara應該也是蠻喜歡看書的吧 我的猜測 好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的Kara走路的樣子 走一下 那我們聽一下聲音吧 聲音這樣 不太像她的聲音 感覺這個聲音的類比也比較像她的聲音啊 聽一下 聽一下 對阿 我覺得這聲音感覺是三個裡面 三個女生聲音裡面 感覺最像Kara的 好吧 幫我選這個聲音咯 那她的型號是AX400 所以她就是KaraAX400 好吧 那我們的Kara就捏完咯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Kara 有著豐滿的蘋果肌 然後美美的Kara 短髮的樣子 那有她長髮的樣子 第一套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好吧 那我們這影片到這裡結束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有喜歡 記得幫我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區 那最新消息喔 那一樣 我會把這些卡牌呢 放到跟我網上 有喜歡的Kathy呢 可以去下載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的名字是Kara 是KaraAX400